过两天带你去甩两个 萝卜亲一口来 嗯 发死了 咋的呢 不开心大了个脸 我一个月长的时间现在都快150了 你看都75了 没事 胖点就胖点呗 胖点有福 气死了 你看看我以前多瘦多漂亮 哎呦 那时候确实瘦确实漂亮哈 你看每一张都是大长腿 你看我现在哈 再看我的腿 我一根就现在给你两根了 差不多啊 实际上你现在这样也挺好的 人孕妇哪有不胖的 再说了咱生完孩子再瘦回来不就行了 我心里个鬼 之前生完木初小 都说会生完孩子会瘦 谁知道呢 越吃越胖 打不住嘴你耐心 嗯 行了 别生气了 现在孕妇最主要的就是要有个好心情 你知道吧 哎 我今天在网上刷达个减肥食谱 我东西都买好了 买好了你就减 你开始啊 但是我现在怀孕吧 不能减肥 要不你帮我试一下 摆这么大弯 在这等我了 哦 要是你能瘦下来 我生完孩子我就不用担心我瘦不下来了呀 我啊 我这样的需要减肥吗 看你的肚子啊 跟怀孕三个月一样 放松 真的是 你看你的脸以前是瘦巴巴的 现在吹起来跟气球一样这么大 我不想减肥 减肥太累了 你要是成功瘦下来了 我给你买个四位数的鱼竿子 真的 赶紧的 你说了 什么时候开始 我现在就像减肥 等不了了 来 你先称下体重 咱们记录一下 现在是早上的九点还没吃早饭 我们空腹称下体重 看看我多少斤啊 77.8 记住你现在体重啊 有没有信心 有 来 早餐来了啊 我的窍锅进来面条呢 你现在开始要少吃碳水知道吧 为了鱼竿人这个面条就先人两天吧 吃饱放了别躺着 走 陪我下楼运动运动 不想动 动起来还要不要鱼竿了 走走走 这几天呢 你就加把劍 瘦下来之后啊 好身材也是你的 鱼竿子也是你的 行 你话说的这么好 你到时候别骗我 别不给我买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了 你说你当年生日的时候 你说想要还绑马车 我是不是兑现了 我是不是买了 所以说你这次真能瘦下来了 鱼竿子给你选 那我肯定能瘦下来 现在是中午的12点半 你真好饿了吧 早上吃的那玩意还真挺饱 那中午吃啥 中午咱们吃炒鸡 配火烧 随便照啊 可以 你吃就是了 不过要注意气氛饱 现在晚上7点多 来吃饭 晚上不吃饿都不行了 节食减肥是最不理智的 现在晚上10点 老公你先饿不饿 不说我都没注意 平时这个时间 我都得整点面腸啥的 今天还行不饿 老公继续加油 来你的早饭 吃完了休息一会儿 来下来运动运动 看看这个人运动不到5分钟 喘着上气不接下气的 再动一动呗 不动了 累死了 想想你的鱼竿子 动起来 到中午了 好好吃饭啊 这些都是家常便饭 嗯 来吧 出来出差 晚上也别忘了减肥 谢谢老婆 今天是减肥第四天了哈 我迫不及待给大家看看我的战绩 老婆有没有感觉我这两天脸都瘦了 看起来都没那么肿了 来 尝尝吧 我记得第一天开始减肥的时候是77.8 看看今天我多少了啊 看看啊 75.5 77.8-75.5等于 2.3公斤 4斤6两 朋友们我这四天哈 满打满散 快减了接近5斤了 看来这个食谱还是很管用的哈 这回你就放心吧 我行你挺你也行啊 老婆答应给我买的干子呢 在门外呢 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怎么样 谢谢老婆 怎么样 这跟干子满不满意 满意 好不好 好 看来我媳妇没骗我哈 哎呀 是好是好 过两天带你去甩两个 老婆亲一口来 嗯嗯嗯嗯 哈哈哈哈